LAYO 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3v3團隊競技場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顏色選文明 這邊可以看到青色選擇的是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擁有三項之力 抗招祥、抗額外增傷還有攻速加成 大項路線是最適合團戰孟加拉的 例如相公兵或是僧侶都OK 他的隊友是選擇了條盾人 條盾人在團隊加成之前有講過 有抗招祥能力 而且他的農田非常便宜 可以快速出關 後期的坦克遊俠 更是在團戰來說是扮演了很重要的坦克地位 條盾人的後期火炮火槍 還有城堡射程都是關鍵單位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本身也是超級大後期的文明 當然他也可以打這個戰車快攻 但戰車快攻的打法來說 是在競技場來說 相對容易被擋下來的一個招數 因為很容易怕生理的招響還有投死車 只要內加CUB一下或是外加即時反應 通常還是能夾得住波西米亞的戰車快攻 後期轉出槍兵跟榴彈炮 是作為波西米亞後期的大主力 當然戰車也可以當主力 接下來介紹一下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挖金速度 是一面最快的 而且有白血馬攻 土耳其火槍兵 最遠的火炮 還有火炮塔 前中後期的土耳其人都算是滿強大的 而且城堡時代打火槍兵快攻 在以前的版本是非常難受的 但現在土耳其火槍兵的射程 已經改為7點射程 不再具有工兵優勢的射程 所以可以跟工兵對方正常對射 所以土耳其人他的城堡時代 算是需要比以前操作要求更多的一息 再也不是無腦A了 接下來介紹一下曲折羅人 曲折羅人後期主要是打閃避馬 殺李姆 殺騎兵 主要是出重裝駱駝 去克制對方獨俠谷或是大象谷 那他後期能打的東西其實不多 也可以走相公路線 而且好異端邪說 而且駱駝跟相公 還有這個加4點的近戰防護力的效果 後期的殺地獄 也可以讓他的相公出關時間更早一點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這個葡萄人 葡萄人的話 他是擁有無限支援戰術策略的玩法 但是他這個僅限於樹地打法 後期主要是幫忙插火炮塔 還有這個火槍火炮 有這個火神槍 可以讓自己的火器單位 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進行反制敵人 他要打強奴或是重裝騎士 都可以考慮的 在團戰來說 我會比較常看到火炮火槍 還有這個強奴 重裝騎士可能會少一點 除非他是內夾的部分 那外夾的部分 應該是會打強奴或是 這個風琴砲 會比較常用一點 好 外夾的部分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開農 我們有一些特殊打法的樣子 車迷速都很穩定 而且也沒有人去打一個特別的封建快攻配置的感覺 好 都是正常的一個升級 18P 18P是一個分水嶺喔 有人要繼續按村民嗎 有人斷村了 斷村代表有人要搞事囉 夢加拉 這邊是要打一個19加2再加2 24村 然後點城堡時代 那這個打法通常是要打這個 裝甲戰象快攻配生旅 還有這個投石車的一個策略喔 那也可以轉一些槍兵出來擋 但支援要求會比較過多一點 所以這邊有可能是單純的 升頭戰術 升頭裝甲戰象 前壓策略 那他的內夾是條盾人喔 條盾人的話看會不會去前置一個軍營喔 幫忙按個槍兵啊 或是按個 遊俠之類的 不是遊俠 騎士之類的在前面幫檔 那通常這個夢加拉的這個打法 可以搭配小工隊友 然後轉奴兵前壓 其實壓力也是非常大 你可以瞬間射叫對方漏馬 那只要打害怕對方騎士 那升旅的部分呢 夢加拉升旅就可以招搶對方騎士了 所以這個前騎士非常難打的一個戰術喔 好 來看一下夢加拉 欸 夢加拉這邊是升上去嗎 喔 升到封建時代按了一堆村民 欸 26村了 還在按村民 沒有要升級 升級 按那麼多村民有問題嗎 夢加拉人這邊的升級怪怪的喔 極限升風 照理來說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那看來是我搞錯了 我以為是要他打一個極限升風 然後跳成乃脈上去喔 結果他這邊四級也很晚下 而且是雙髮木場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偏慢的快攻了 而不是極速快攻了 那葡萄這邊是要來插城堡喔 正常走一個插寶打風情砲的戰術 他要插外加嗎 哎呦 路徑開始偏裡了喔 應該是往上走 要來插內加條盾了 結果波西米亞也去插對手家裡 直接插在土耳其的臉上 那邊都是想要插寶路線 波西米亞這邊插下正前方 路徑幫忙幫打一下 上面的前騎兵 只能撕滴血 這邊直接一個對寶 波西也補了一根城堡在面前 這裡開始按出胡斯派戰車 孟加拉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然後轉出了修道院跟工程器 製造所 看起來還是要打身頭跟裝甲戰像 裝甲戰下按個一隻 然後再開頭石車 關頭石車OK嗎 這邊火神槍 風情砲開始壓進去了 但條盾裡面已經圍好了10強 而且有補一個頭石車 頭石車打風情砲的效率還不錯 OK右邊再圍好一點 又補了一個房子 拿了一隻村民過來修頭石車 好 這邊要來看囉 現在有非常多的生女在後方了 四隻了 右邊的話是城翔被射破 但火神尼亞並沒有馬上進去 開始去打 這裡的房子 兩邊都有人互相插寶 3v3的情況 插寶策略其實還是不錯的 但這個 外加的葡萄牙前面被 快攻 然後城堡被插在野外 兵力都在這裡的情況下 看要不要也去反推一下 孟加拉這邊 當然反推孟加拉的話 也沒有巨大的優勢 勝率也是馬上可以回救 而且他要推進去之前 可能孟加拉 不是 葡萄牙的家裡可能就先爆炸 好 這邊照想一下 冒神戰像 拆TC的速度非常快速 哇哇哇 血量掉很快 喔 剩125 哇 750 噢 血量要馬上歸零了 裡面的村民直接被打了出來 後面的僧侶開始著想 看能不能撿一些村民過來用 葡萄牙直接氣沉逃生 被秒殺 沒了 這邊轉僧侶可能也來不及 後面還有一隻肉馬 一僧侶一出來 就會被僧侶 就會被肉馬爆砍一波 OK 這邊著想了三隻村民 直接在家裡蓋房子 這裡要堵門口把這個入口給堵死 那是有些人逃出去了 好 這邊是有轉一些工程戰像喔 裝甲戰像 但好像被擋住了 但這個城堡血量應該是沒有要修的意思 哇 這上面好像也是激戰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是怎麼打的 好 我們這邊先稍微發酷一下 好 看一下上面這裡 OK 這邊是四隻裝甲戰像 上面是火槍走了出來 先去後面 砰 生女 生女被砰掉 三台戰車 適量明顯不夠 好 這邊一直修 也很難修的回來 裝甲戰像應該可以修的回來 我用裝甲戰像去打前面的 用這個火槍戰車打中甲戰像 哇 一直講錯 這個城堡 射後方的土耳其火槍兵 最後再點村民 快把村民給點完 原來村民是這樣死光的喔 直接硬扛城堡的傷害 OK 前方城堡 的中甲戰像全部被拆完之後 村民也被彈光 所以沒有辦法把城堡修起來 下方生女一出來也是被打 但這邊生女開始在招翔敵方生女囉 這邊自敵生女 這隻弱馬有機會打得掉嗎 這個要自敵 喔 不自敵 順利的招翔失敗 好 右邊自敵城堡走了出去 葡萄牙氣沉逃生 逃動人這邊是安心的開了4TC開農 知道葡萄牙這裡沒有 能力繼續往前了 好 那驅逐羅人這邊只幫忙出了幾隻裝甲戰像 這裡也是3TC開農 而且把這邊都圍好了 這裡是害怕外加的孟加阿倫喔 繼續往前推喔 那孟加阿倫這邊已經開始轉農囉 所以這些兵力可以暫時不用再繼續出了 好 開始往外推進就行了 這裡還有一個城門 那這個城門應該是沒有東西 那這裡沒事也 並不知道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好 但是這個少戰蓋完 應該就知道這裡沒有東西了 好 葡萄牙直接在隊友的家門口 蓋了一個TC 這個TC欠插吧 這個孟加阿直接往右走 又可以督到一次 這個插的位置不太好 TC的位置可能要再插的 再更後面一點點 這個位置 好 上方這裡有新的一根城堡 好 佛爾奇人直接兩根堡插得起來 喔 投石車砸一發 砸掉了三隻村民 好 當然投石車也過來 幫忙解圍一下 好 可以一台換三台嗎 喔 可能一換四有機會喔 投石車打破西米亞戰車非常痛 好 這些風情砲真是沒事做 好 開始在打城牆 城牆 血量掉得很慢 好 佛雷跟城堡 好 佛雷跟城堡之後繼續往前推進 好 看到破他的TC在這裡 你怎麼在臉上蓋TC阿 好 又到後面蓋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來 有用這個炸藥桶 想要炸開門喔 佛雷基沒TC沒有辦法按村民了 還補炸藥桶 看是用買賣的方式去按出來的 好 這裡城堡 在面前蓋好了 這時候紫色 土耳西人 單TC點下了帝龍時代 想用軍情投石機趕快拆除破西米亞的前方城堡 裡面還有一顆聖物 後面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布塔塔的TC果然馬上就被拆掉 好 左邊一進來看到城堡 好 直接石箭石 又被逼退 徒勞無功 無功 返回 好 條頓直接當個不交流的開農玩家 這裡不得有點微妙 這裡不出門 有辦法嗎 好 下方三隻裝甲三項繼續往前推進 喔 這裡有非常多的青旗兵衝得出來 五隻青旗兵 六隻過來 第七 七隻也過來打 但是生侶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直接被秒殺了 大量的生侶 一隻青旗兵都沒有招響到 直接被重覽 哇 孟加拉這一波快攻 應該是到此為止了 好 曲折羅人在左邊又補一根城堡 最後的希望曲折羅 能夠幫助隊友反推回去嗎 現在葡萄牙完全就是個死人了 好 現在葡萄牙在這邊晃來晃去不知道在幹嘛 那也不如去打這個波西米亞 打波西米亞其實也不錯啊 好 這時候 波西米亞能點到帝王時代 但沒有先補個化學嘛 趕快轉下火炮出來 好 這邊農田 剩下三片田 看來是一波 歐印流 好 兩台巨頭出來 一樣也是要先拆城堡 好 清洗兵直接殺過到這個地方 但是直接把城牆全部滴掉 這裡馬上一個回暗 把自己的村民給包起來 但是清洗兵一人卡一個木牆 應該可以順利打破這個木牆 哦 瞬間又被修回來 但三個木牆血量掉的很快哦 這怎麼修都會浪費自己的手術修理 好 波西米亞這邊 家裡果然也被遭受到了 火神槍 好 這個 風情報的騷擾哦 桃盾這時候升到帝王時代 中午要出關了嗎 好 軍銀頭司機出來 先拆除 城外作業 好 這邊三台巨頭 繼續往外拆 波西米亞家裡開始有點擋不住了 好 旁邊補禮一個新的TC 好 補了一個大學 這邊清洗兵還在打得很開心 好 結果是初期先轉出了火炮 波西米亞遇到這個情況很難打 通常是要轉這個火派改革哦 這個森旅戰去招翔風情砲跟火炮 哎唷 吐了新火傷兵哦 但是由於自己是單TC ALL IN升帝王的打法 所以並沒有太多肉可以去轉型 所以現在波西米亞要反擊回去 就這個方法 補下化學 然後按火炮 好 才有機會打得贏哦 但火炮的話現在也沒有射程優勢 本來是要靠條盾過來救一下 才有機會 好 火神槍 好 條盾這邊是點下了步兵鎧甲 那你要是要打條盾騎士嗎 好 先把這個級兵升上去 好 曲折羅果然是打一個駱駝路線 條盾已經預判了曲折羅的這邊出兵 一定是打重裝駱駝 直接先轉級兵出來 想要戳爆對手 孟加拉這邊也是點出了級兵的升級 都有在防對方的駱駝跟閃避嘛 有想法 好 這邊三台巨型球C架了起來 拆TC速度很快哦 好 這邊村民只能跑 路頭上去追 好 這邊條盾終於出關了 條盾出關時間稍微慢了一些哦 三四分鐘才打出來 他可能對於這個遊戲不是那麼熟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他條盾很慢出關 是我的錯覺啊 感覺條盾應該可以再更敘述一點 而且他前期也沒做什麼事情 不知道 可能是 雖然被招去吃飯也有可能 好 好 所以終於解掉這些新騎兵 波西米亞被迫搬家 所以直接拉村民去暴打巨頭 能換到一台巨頭就很賺 但巨頭被修了回來 哎呀 差一點 差一點 好 目前條盾出關之後 波西米亞在後面蓋了一個新的TC 葡萄牙突然3TC開農 好 開始回去有經濟了 我還以為他會趕快先升速遞 單TC速遞 然後上帝王是在蓋堆房子 蓋港灣大傷站 結果他是一個正常的3TC回農回去 這有點意外了 好 這裡 風情砲還有少量的數量 好 現在是各被換一家的狀態 一換一 但波西米亞這邊回農的速度 可能會再更慢一點 然後損失了大量村民 好 上面再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好 這裡直接射倒4隻擊兵 槍兵上去硬戳 好 這邊換一台投射 哇 波爾西米火傷兵射的就是快啊 但還沒有精銳喔 精銳會更秒射一點 就不會有這個動畫延遲 好 城堡 這3台巨型投射機攻城 相公還不是精銳 好 剛精銳了 一雷伸上去 7加4 好 提升一下相公的移動速度 我們一台甲 現在孟加拉的三項之力 能夠拯救世界嗎 好 封城戰相攻擊 往前推 直接貼到了風琴砲 風琴砲直接被頂掉了兩台 洛琢沒有要理的意思 洛琢直接上前硬夾這邊的洛琢工兵 不是 大象工兵 大象工兵這裡非常之彈 高盾只用大量的擊兵戳了過去 無腦開 好 前方的三台巨型投射機 看起來稍放棄了 最後這台裝甲戰下 居然還活了下來 好 這裡沒有轉出遊俠 應該讓曲子羅倫有點 錯愕 你的遊俠呢 好 看到對方是轉大象工兵 曲子羅倫開始轉出了環刃頭之手 從下面進發 看來是有點想法在的 OK 紅色這邊也準備要來升到帝王時代了嗎 手推車補下 經濟其實不錯 而且也把嘉莉的TC的金礦也拿了回來 重新補下了圍牆 這邊想要來挖金礦 結果被對手抓了個陣著 好 孟佳人下方金礦可能被抓光 好 莫查這時候終於回歸戰線 所以3TC開弄上去 帝王時代也補下了 可以補了非常多的軍銀喔 我是覺得葡萄在這個時候應該可以補戰毛兵喔 因為戰毛兵現在可以打槍兵跟相公 直接一個無雙屌克 想怎麼克就怎麼克 就只怕對方的火炮跟工程器 可以投石車 弩炮之類的 所以這邊斬槍兵我覺得並不是太好 你都已經有隊友的趨著如人了 你葡萄牙也有3級射 3級攻兵台甲 戰毛兵是正常的 可以先趕快出一出幫隊友會比較好 再來如果你被都更情況下 地龍時代兩邊回打的時候 先出戰毛 封牆不會太差 可以有效克制對方的槍兵友跟後排 例如常攻 火槍 西班牙 征服者這類的單位 前排就叫隊友去扛 如果你隊友連前排都扛不住的話 通常也沒 早就已經沒了 所以戰毛兵 其實我是覺得 生到地龍時代先出會是比較好的選項 除非對方有遊俠果 像是條盾 西班牙 或是兇人這類的馬薩爾 你可能先轉槍兵可能還有話說 畢竟對方已經遊俠先出來了 那現在條盾有這麼多槍兵的死扣 先轉戰毛 再轉這個槍兵出來 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然你現在這邊槍兵出來的話 遇到對方槍兵 條盾你也打不太贏 然後大槍攻兵打槍兵也是非常快速的 好 那戰毛兵成型就會稍微快一點 想要升級戰毛兵 三級射化學 攻擊力升滿就可以用了 好 正名駱駝 直接被戳爆 好 挑戰這邊開始慢慢升級騎兵科技囉 遊俠也慢慢升了 好 後方還刃頭之手 串燒效果很好 直接串爆了條盾大量的兵力 哇靠 直接剩下50幾隻 好 這時候 驅逐路人沒有太多黃金 直接轉出了大洛馬 大洛馬的話很可惜喔 好 只有這7加2 傷害草兩點 這兩個趕快要開啟貿易路線喔 這邊要怎麼跑貿易是個問題 驅逐路人有打算要跑貿易嗎 看起來沒有喔 好 玩刃頭之手 串燒這個窄口 哇 效果非常舒服啊 大量槍兵直接被蒸發掉 玩刃頭之手在這種窄口來說 根本是無敵的吧 無敵的吧 這都輸啦 哇 狙串 哇 哇 哇 沒了 槍兵直接被吃光 太狠 看看他這還刃頭之手殺敵事喔 98 99 要死100了嗎 哇 100 100擊殺 還刃頭之手 可怕 打垃圾兵超強 因為垃圾兵的防禦率通常很低喔 反正頭之手基本傷害不高 4加2 打垃圾兵會比較有感 黃金兵都普遍偏硬喔 所以 打起來喔 垃圾兵是萬劫 尤其是槍兵 炸圖兵的話可能還可以稍微反打回去 可以還了頭之手 數量太多喔 相公這邊數量趕快堆疊起來 哎呦 結果葡萄牙這邊很機靈的轉出了大量戰矛 好 看來意識到戰場不缺槍兵 缺的是戰矛兵 OK 葡萄牙這邊非常有想法 按了一堆軍之後開始轉出了大量射箭場 但現在 孟加仁要打這些戰矛兵也可以出肉碼 但肉碼又會被還了頭之手 更突爾西普洞兵瞬間解掉 而且後方還有驅著羅倫的駱駝大肉碼 這會當預備隊 所以這邊出戰矛兵的話 出肉碼的話是有點偏難出的 感覺這裡只能靠條盾喔 條盾這裡可以出個遊俠上去硬抓 先把工程器全部抓掉 再轉出重頭來 但我不確定現在條盾人的黃金還夠不夠用 感覺上是不太夠的 雖然黃金還有900多 但是現在只要一轉某一個東西出來 必定會缺金喔 現在打火炮的話也會被土耳其的火炮壓制 現在射程來到了12加2 射程非常遠 只要預判的好 也可以直接秒掉對方的火炮 這邊戰矛兵跟相公互換 戰矛兵換得很開心 哇 打相公效果就是優秀 前方槍兵也是被戳爛 呼吸米亞也轉出了戰矛兵過來幫忙打 化學這時候才剛補下 OK 反正先出來就是先轉戰矛就對了 3加3 化學 好 升上去 攻擊已經滿了 好 但是現在大相公兵有點躺不太住 這裡或許喔 轉點三相之力 毛相夫可能會好一點 但毛相夫也是擋不住土耳其火槍兵的傷害的 這邊確實轉什麼東西都很難打 只能靠基礎兵力喔 經濟去打贏才有可能 好 這時候條針在上方拉了一坨 槍兵在上面騷擾 好 戰矛兵有機會打到土耳其火槍兵喔 好 打土耳其火效率很好 好 開始反打回去了 看這邊孟加拉的慘能已經被消耗很多囉 火炮跟衝車一直在拆除周圍的建築物 工程再向出來想要頂 頂得到火炮嗎 好 被修了回來 來不及 頂掉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嗎 哎呀 差一點點 看一下下面這兩個工程器製造所要趕快拆除會比較安全 好 又一台工程三相出來 後面的相公開始防守 對方落馬開始亂串 後面有洞口嗎 有 喔 這邊有偷跑貿易喔 好 挑戰這邊非常大量槍兵在上方 這邊往下衝 這邊是架起來巨型托斯基 這些槍兵是用來防守的 並不是拿來進攻的 但是大衝車已經過來 土耳其的大衝車 上面有一組有乘客 乘客是六隻火槍兵 你們上去幹嘛 上去送的啊 呵呵 好 終於孟加拉轉出了肉馬 肉馬打戰狡兵還有加兩點的傷害 現在唯一希望是孟加拉的肉馬 好 挑戰這邊有效 還沒有升級上去 還是重裝騎士 這一波很關鍵 後面土耳其火槍兵射 重裝騎士還蠻快的 哇 瞬間射完一堆重裝騎士 後面戰狼兵開始反推回去 過期火炮陣 加上 哎呦 這個是 葡萄牙的火炮陣 哇 葡萄牙這邊居然也出關了嗎 可能有趕灣大上戰喔 剛剛沒有看到他有蓋 我看起來也沒有 這個人口出看起來是滿人口 好 上方強兵開始推回去 完了投資手 被戰狼兵開始反打囉 大量槍兵也往前貼 這邊滑刃兵至少要繼續往後拉 好 左邊戰場 大衝車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重裝騎士再過來解一下 OK 這一波中路解掉 後面有火炮要小心死一台的數量 哇 後面上弓 哇 躲掉了一些炮彈 這一坨戰毛病沒拿到理 好 突然想理一下了 哇 後面相公又被砸了一發 損失了一些數量 但是前方的弱馬打在旁邊殺人太高 瞬間解光 但還好後面還有除了一些火槍兵 當預備隊 射光了前方的所有弱馬 後方火炮再砸了一下 哇 相公又死了其實 好 上方環熱投資手夾住了陣線 大弱馬再次往前推進 好 環熱投資手後面就去輸出 這一坨的環熱投資手擊殺回到70 看來是不是被解掉的一些數量 環熱投資手需要的肉量其實蠻多的 用時代才會看到這個單位 好 陣毛兵31隻 好 這裡有27隻的戰毛 開始往前推進 好 開始攻擊 哎呦 直接被打倒 大量戰毛 這裡點掉了一些火槍 但火槍數量還是很多 哇 這裡打向工廠也是非常快 看起來夾不住了 風加娜這邊經濟也來到了極限 只剩下一點點的食物 黃金還有貿易球隊在跑 但已經在瘋狂買賣了 橋盾這個黃金已經歸零 波西米亞黃金島就是零了 瘋狂出戰毛 想要夾住 好 下方這邊補了一些工程戰象 從下面往上進發 弱瑪再次上前 上面槍兵能夠推進出去嗎 火槍這邊轉出了一些槍兵 稍微幫忙搓一下相公 搓掉了一些相公數量 弱瑪也被反擊了回去 火槍這邊垃圾大軍 非常有感 好 火槍繼續往前伸插 終於快要插到了貿易線 離貿易線不遠了 好 看他上方發生什麼事 上方也沒什麼事 瘋狂在那邊 爆砍 但也不知道砍什麼 砍採礦地 幫忙綁一下採礦區 火星米亞一直沒有辦法撐起榴彈炮 是最致密的一個問題 好 水者洛倫開始往前推進 相公數量只剩下少量的17隻 這邊也是火星米亞的出兵地 這時候打出了聚聚 恭喜西州羅 土耳其跟葡萄 拿到遊戲的比賽勝利 哇 這一場前期兩邊都各死一架 後面最後的反打 葡萄的轉兵意識轉得很快 知道這邊的配兵組成 確實是戰毛兵 而不是強兵 雖然蓋一堆均勻 但最後還是瞬間轉出戰毛兵 幫忙前線隊友 這一點就很關心了 因為這遊戲是節奏遊戲 只要能幫隊友的節奏帶得更好 這個隊伍缺什麼 這玩家有時候要去自己思考一下 只要你能看清楚 隊友缺的東西 趕快加強捕捉 還是可以獲得很大的助力 隊友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屈指羅人拿到了12700的經濟勝利 孟加人這邊是稍微輸了一些些 但並不大 KD方面最多人拿到應該是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有火槍跟火炮 兩個都是射程打擊 KD本來就會好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